TYLighting, 指此一家, 絕無分店, 提防假務 歡迎WhatsApp 9205-3831 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供電系統維修案例 客人是一個長期客戶, 住在石結尾 2015年已經是第一次幫我們公司 全屋的燈具都是跟我們公司購買的 但近來有一支天花燈壞了, 所以直接通過客戶服務訂購了一支 菲利普CL505-PLANE的天花燈 但當我們的團隊完成安裝後, 發覺燈具是不亮的 再用儀錶量量一下燈鍵, 發現燈鍵原來沒有電 這裡是金日石結尾, 裝這支 是金日石結尾, 裝上去不穿 檢查過, 上面沒有掉線 沒有成的了 我差過, 沒有電到 沒有電到 它的錶箱在這裡 錶箱沒有跳到 但是這個開關鍵在這裡 這裏是走廊的 走廊這裡有藍色燈的 藍色燈 關了燈的藍色燈 這樣 這盞燈呢 是下面的按鈕 關了燈 沒有藍色燈的 即是沒有電到 沒有電到 沒有電到 沒有跳鍵 這樣 我現在報回公司 看看如何處理 現場環境 由於我們的安裝部師傅 還有其他安裝的命令 所以就把這件事轉交 給湯米師傅跟進 湯米師傅了解問題 發現原來客人提到 舊燈早前出現過跳劑的問題 所以湯米師傅建議客人 參加我們的上門維修服務 原本我們的上門維修服務需要七天預約 但客人是我們公司的舊客戶 不想客人當晚沒有燈用 所以湯米師傅答應當晚 立即去客人家進行維修燈 收費是700元 當時湯米師傅上到客人家發現 燈製的接線有錯誤 不同顏色線碼並聯在一起 所以引致燈製內部出現短路 懷疑之前的裝修公司錯誤接駁 湯米師傅估計這公司應該是無牌的 講了那麼久 立即去片看看 安裝好燈製的效果 我換了燈製 因為裡面的線路有些奇怪的現象 不過現在解決了 這支燈 飛利普的燈 有電 這支燈 這支燈製的位置本身也穿了 現在先做一個開關的時間 我現在先斷一斷 關燈 開燈 開燈 燈製造到 關燈 開燈 開燈製造到 搞正的充電系統 其他燈都試著過沒有問題 沒有傷互影響 不過裡面原本的線路有些問題 完成維修之後 客人就非常感激 湯米師傅可以即時幫他解決了這個問題 由於我們公司是機電處 註冊電力承辦商 上門維修的師傅 又是持牌的電工 而且有很多年的維修經驗 所以我們的上門維修服務 是非常專業和可靠的 如果家裡有和電有關的問題 需要找人維修 就不要猶豫 快點WhatsApp 9205-3831報價查詢 請問一下